KS7,KS7,KS7,KSFIL,KS7,全部都都给我讲KFIL,KS7 它有那么厉害吗?我知道它新出来没错啊 但是我FIL K5也才介绍没多久 才快一年而已吧,迭代这么快 有那么强吗?没关系,你们都讲了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FIL的KS7 就好来试试看 跟前一代K5差距有多少 到底加了什么东西让大家为之疯狂呢? 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看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咯 哦,上面写了一段话 这其实是一台迷你台式耳放 嗯,这小尾巴跌一些耳扣 那有可能 来,打开,打开看一下 哦,诶,诶,里面给的料不错哦 这个是KS7本体 旁边皮套这次就直接送给你了咧 之前买FIL K5 皮套你是要额外买 FIL K5再加上皮套 也将近五千块了 那我们这次KS7 好像是五千五百块哦 差没多少钱? 那当然是,诶,说真的 如果看到现在的话 我当然是直接跟你讲 那就直接买FIL K17就好 差那么一点点钱,但是要买新的啊 那他们这次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诶,就是上面这个 他这个特别给你标示出来 他说,我们这次多了一个桌机模式 在这一台最新的上面 他也弄了桌机模式 来,我把K17拿出来 直接跟他讲 到底是差在哪里? 哦,来,一般呢 诶,就我们看这个 小尾巴DH系的过 上面我们正常就是一个USB孔嘛 就是我们平常在接手机啊 就这个USB孔 但是呢,诶,这次他在旁边 多了一个橘色的 然后有没有看到 他有两个Type-C的孔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你原本接手机的那一个部分 插着 上面是手机 接着的部分 手机以前是传了电 以及数位讯号 两种都在弄 电一直传送过来啊 那我们的手机不就耗电非常的快 所以他旁边第一个 做了这个额外的橘色USB孔之后呢 你可以去接行动电源啊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 回到家里你可以接 线性电源 接上去之后 他会阻断上面你手机 连接的那个电的讯号 全部都只吃你额外接进来的电 这个就是让你第一个 省电这是最大的帮助 第二个就是他吃了线性电源 或者额外的电源之后 他就不会去抢他 他就那个电的能量 会足够 让小宇巴跌下过 FUEL KA17 他的推力大小 直接来到他的最高点 再加上 哇又来了 又再叠加了 再加上他上面说的 我们这一次做了 这个K17有做这个 开关 这边有没有 欸有没有看到 那一样是橘色的这里哦 这边他就是多了这个桌面模式 你把它打开之后 哦 他会把他的耳扩的部分 两两并联 原本你没有开桌面模式的时候 他的推力大小 全平最大是300毫瓦 但是你把桌面模式打开之后呢 两两并联 变成650毫瓦 推力大小也直接翻倍上来了 他就几乎可以去推 很多很多的耳机 甚至耳罩式耳机 他都能开始推动 还不错不错啦 所以他为什么会说 啊 他其实是一台 迷你的台式耳放 那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么盒装底部的部分呢 就剩下一个Type-C toType-C的连接线 还有一个Type-C toType-A的转接头 好那就是这样子 来那我们现在就 回到 这一台本体上面 那么K17 除了刚刚前面讲的 桌机模式嘛 推力大小变大以外 还有就是 他的DAC解码晶片 也把他升级成 最新旗舰款的 ES9069Q 两片在里面 所以呢 FIO他也说 K17 已经是他们 下一把DAC 里面的旗舰款啦 那么FIO K17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来 最大的感受是 其实是 这些按键的触摸感 以及 你眼睛不用看 你盲操就知道 这一排是什么东西 摸到凹槽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边是音量大小 甚至他在音量大小上面 还做了一个凸起的点 就知道 这边是增加 这边是减少 你完全不需要 拿出来看了 再来就是 里面的选单设置 他也可以中文使用 那当然你不能奢求的时候 每一个使用 这个小尾巴DAC的 都要看得懂 他里面写什么 那不可能 有些人就新手过来 就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 这是在写什么 有中文 非常的棒 你就大概可以更理解 知道你在选什么东西 甚至说呢 我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刚不是说音量调整吗 以前音量调整 我在用K5的时候 他的字就是在 自己数字那个上面 很小很小的字 在那边写 15 16 17 18 哇 我就看不到耶 但是现在 一样 他在人机交互的部分 优化了 我在调音量大小的时候 音量大小的那一排字 自己就直接跳到正中间 完全放大 字就变超大 你就不用拿那么近看 原来你现在是16 17 18 这统统都有优化喔 非常的棒喔 这我使用到现在 就会感觉到 整个整个 FUK17 除了原本硬体的配置 原本的东西给你之后呢 我一直优化人 跟他使用之间的 那个感受优化 一直在增加 你会觉得 我用FUK17 会觉得很顺手 所以里面选担内容 我这次就不再赘述了 其实他没加 这个曲有选担的 就是那些东西而已啊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音质表现 还有这次多的桌面模式 跟Type-C 额外加入之后 可以让声音的表现提升到 当然还有跟我们之前的 FU的KA5 比较一下 这个一年之间的转变 声音的差距差了多少 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讲 好的 那我们第一轮上场的是 这一支 FU的KA5 那FUKA5在4.4全平衡的时候呢 32Ω的情况下 它的推力大小来到265毫瓦 那么上面的铜线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 传输线用的是这个铜线 狂派的这个传输线 我非常喜欢它 声音是比较润的 那么耳机呢 我们就都先用这一支 C Audio的Neko 来我们来听听看啊 很好啊 FUKA5推得很好啊 好 那我到我的第二轮了 我第二轮上了这个 FU的KA17 FU的KA17它在 一般模式的时候呢 它的推力大小是300毫瓦 32亩的情况下 所以它的推力大小 就已经比K5多了一些出来 但是我们音量大小还是一样 都调在50高增益 都先用一模一样的数字 来 一样播放刚刚我听了歌啊 不一样 不一样 声音表现完全不一样了 好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 我第一轮比的结果 诶 哇 这个迭代的差异 这个 是蛮大的 我必须得说 FUKA5 刚刚我刚开始听的时候 我先听了这个 FUKA5 那么这一首就是听女生的声音唱歌表现嘛 那我听KA5的时候呢 我可以感受 诶 声音是非常清晰的啊 而且呢 那声音的一些刺激的感觉呢 诶 很老老实实的被表现出来 这是我以前讲过的 FU的声音表现就是 它把录音档给你什么 我就很好的表现出来 但是我没有做过多声音的 一些调和啊那些 你就会觉得 诶 好像以前大家都会说 FU的KA5声音好像像什么 摆开水一样 就是 我给你什么 我就直接推出来 但是呢 诶 当我一听到的 FU的KA17的时候 诶 这个声音 完全不一样了 原本你在听刚刚这个 FUKA5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诶 女生的声音一些 唇齿音的一些刺激的感觉 它也通通都被表现了出来 人声的那个 声音的部分呢 也是比较凸显出来 你会觉得诶 诶 它很清楚 诶 但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到了KA17的时候 瞬间你会转变成不一样了 声音变得细腻了 人声刚刚我说的 唇齿音的部分 那些颗粒感很粗的部分 你会突然到KA17 它被细致化了 它把它磨得很细 但是你的细节表现不减 哇 光这个你一听下去就觉得 它很柔顺 整个很像皮肤上面 所有的那些突起物啊 都变得非常的顺畅了 哇 这一个表现下去 那声音的等级 就完全不一样了 再来我又去听了另外一首 Leona的Gajumaru 诶 这首比较新的歌 诶 一样我们在听Leona 她声音她的表现 最强的点在于 声音的气音齿音的那些表现 是Leona唱歌 你最常听到的这些东西 这时候哇 你就很明显的 可以在KA5跟KA17上语 得到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KA5上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那个唇齿音 甚至那个刺激的感觉 也很大的被放大出来 就是我录音档给什么啊 我就表现出来 但是你到了KA17 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那个唇齿音的声音 它是有的 但是它会变得很细腻的呈现出来 所以刺激的感觉 会大幅的降低下来 你就会可以长时间的 一直听下去 一直听下去 都是细腻声音的表现 还有一个地方 它也有提升哦 也就是在低音的那个 后续延续的感觉 张力稍微有所提升 但并不是非常的强 就是比KA5再好上一截 我觉得它有这样提升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电路板设计是不一样 还有它的推移大声也不一样嘛 所以那种后续的感觉 会变得更好一些 但是呢 并不是加强非常多 所以你喜欢那种低音很强的人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KA17适不适合你 那如果你是喜欢的低音 刚好亮到点到为止 那KA17 会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进一个小总结了 也就是KA5跟KA17 它声音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 那个颗粒感的表现 到了KA17 它的颗粒感变得非常的柔顺细腻的表现 再加上它的推力大小变大了 所以它那个低音的后续延续感 也有所变强了 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 好的 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第二段的测试 也就是来测试看看说 FEEL的KA17 打开了这个桌面模式之后 它的声音表现是什么样子 那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桌面模式 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开关 它的耳放的部分的并联的开关 桌面模式就是有并联 推力增强来到650毫瓦 那把它OFF的时候 就是只有300毫瓦而已 就是这样子的开关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推力大小到这么大的时候 它吃的是什么 手机的供电 这时候如果你旁边没有给它的时候 没有给那个Type-C 额外的供电的时候 你打开桌面模式 结果你手机供电能力不足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来到它最高的650毫瓦 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我能开 但可能不是最大输出能力 好了 那么一样再试听一次 现在是用手机供电的桌面模式 不一样 好的那么这个桌面模式打开来之后 哇这个声音完全不一样 原本的KA17一般模式 你就会感觉 它是细腻温柔婉约的小姐姐 但是把桌面模式一打开来之后 它化身成一个肌肉男一样 它动态跟张力都变得非常的强 而且它声音的表现 还是非常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很好耶 在大动态下又有那种细腻的声音表现 请你买了KA17回来 就把桌面模式打开来吧 电就会让它耗啊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们要让声音的表现来到一个更好的层次 这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再跟KA5来做比较 这时候你就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世代交替之后 它的能力值就很大幅的被拉开了 KA5这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再回去听它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也就是KA17身上它有一个USB Type-C的输入嘛 这时候你就可以额外接电源进来 像你要去接行动电源啊对不对 行动电源你一接上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阻绝掉手机那个部分的电源输入 手机就只剩下传讯号而已 这时候你手机的耗电量就会大幅的降低 你就可以长时间的使用你的手机 如果呢那如果你现在回到家里 想要给它更好一点的电源 像我这边我已经准备好了 线性电源线性电源就是非常低造讯的一个电源出来 它持续供应给它的电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它接到KA17身上 它的声音表现还会再提升完全解放 KA17它的输出能力的表现 来来来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喔 那么桌机模式再加上额外的线性电源供应给KA17之后 不得了那个声音表现 跟只有手机单供电的时候不一样 手机供电就受限于手机给多少电嘛 所以它的桌机模式就会有一个瓶颈在 但是你到了外部供电在这样桌机模式的时候 线性电源它给的电 这个我特别是买比较大一点的 好像5V 2A的样子吧 它的电是持续像水库般的红亮的 一直给给给给KA17 所以KA17它不会虚掉 这时候你推出来的声音表现 那个力道比手机供电的时候又强了 你就会觉得喔 那每一个声音的张力 加上低音扩展开来的能量 变得更好听了 而且再加上这一次 FEEL KA17 它的声音的表现它有改变嘛 它改成是细腻的表现 所以在这么大推力 这么强能量的情况下 声音还是细腻的表现 不会变成像粗犷粗眼线条感 好像很硬的那种声音表现 没有 还是保持在它的声音细腻的表现 很好 非常好 非常喜欢这一次的KA17 这一次这样子的表现 这样子的功能 非常的棒 而且价格就比K5 多一千块而已 还送皮套 很好 非常好 但是呢 又有但是啊 你开启这样子的模式 又加上额外的线性电源之后 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就是热量 我现在用一段时间 它有热度起来了 KS7热度起来 而且如果你再把皮套加上去的话 那个热度一定会更高 但是这时候 你不需要担心 如果真的热到不行的时候呢 FIL它也有做一些安全机制 就是过热的啦 还是电流什么 一些有错误的表现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给切断 这个FIL也有想到 所以我可能未来使用桌机模式 我可能就是直接不穿皮套了 就这样子裸着跟它用了啦 好那我们知道它的全力输出有到这个能力之后 我们开始要搞一点事情啦 就是刚刚是使用C Audio的Neko来听嘛 噢声音非常好听 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它做一点挑战啦 就是先来一个这个 这一副 AKG的N5005它的灵敏度没有很高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电力推力给它之后 把它声音全部给炸出来 来我们先上个AKG的N5005 看我们的KS7能什么样子的表现 好了那么AKG N5005我也是听完了 接上KS7 噢那个推力确实是不错哦 低音的表现也都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但是呢就差在一个地方 就是前端设备跟它耳机之前 声音上的互补性 AKG N5005它是比较亮很轻亮型的 而且是比较有点冷烈的感觉 所以它比较适合去搭配声音非常风润 比较暖一点的前端设备 去跟它做声音的调和 不然我这样听起来 确实啊你听那些人声啊 那些线条细腻的感觉 都有表现出来 但是就会感觉那个风润的滋润感 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AKG N5005可以用没错 但是呢你还会觉得 嗯还是搭配暖一点的声音 会比较适合它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耳罩式耳机吧 你回到家里了对不对 桌面模式了 那总是要来带一些耳罩式耳机 来推推看它的声音表现 先来一个菲利普的Factorial X3 来 行不行啊 哎呀听完了X3 嗯很好 那个推力能量感有起来 虽然不能真的不能去跟真正的桌上型耳罩比 那个推力还有那个力道弹小 去推耳罩一定有差 但是呢Fill K17 以它这么小的声姿 加上线性电源之后 它推出来的那个声音表现 我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棒了 拿来推耳罩式耳机 然后这个声音表现 声音的细腻感 细节表现都很好的表现出来 再加上 我还是得说我这个耳机线 我已经换成我自己自制的欧雅德的升级线了 所以那个声音的表现跟原厂线是完全不一样 那声音的圆润细腻感 以及最后声音低音的那个表现 全部来到不一样的层次 K17 嗯非常棒 非常棒 以它这样子的体积大小 推出来的声音已经非常好啦 那么K17的声音是比较属于中性的嘛 所以我常常每次说用到这个耳机的时候 都觉得八配Fill加来非常适合 就这个 Sony的Z7 Mark II 它比较不适合暖调 因为它的声音本来就有点暖了 所以我暖上加暖就会有点太糊 诶这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搭配Fill加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一样耳机线也是Z7 Mark II 我自己自制专用的欧雅德的升级线 来来来来来试试看 声音表现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那么Z7 Mark II我也听完了 那果然啦 搭配起来是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 还可以再加强 又是人声的凸显的部分 这次的KA17它是属于人声比较退后一点点 它不会有那么的突出 就是在推力大小还有细致度是比较强的 但是人声的部分 并没有那么突出 你会觉得说 搭配Z7 Mark II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人声退了一点点 想要听那人声更清晰的部分的时候 更清楚往前突出来的部分呢 KA17就会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啦 那我们是不是搭配 本人人声就比较突出的另外一副耳机 TAKO STUDIO的T301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声非常的突出 来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一样线材一样 我现在整套都已经换成欧雅德的线材了 好的那T301也听完了 果然FIO KA17人声比较退后 再加上原本T301 它的声音就是人声比较靠前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取得一个声音的平衡感 就会觉得 诶 刚好人在不近不远的地方 而且呢 加上它的推力足了之后 它的那个声音的张力 你可以看到 哇 那里面的声音 低音的生成的张力 也有被打开来 所以 哦 其实听到这里 我已经可以来总结了 FIO KA17 它还是属于白开水像的 小尾巴DNC的过 但是它这一次的调音风格是 质地非常柔顺 细腻颗粒非常细致的 白开水的小尾巴DNC的过 跟它的KA5 声音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 KA5是属于 颗粒比较粗糙一点点的 小尾巴DNC的过 因为你有这样比较之后 它的等级就被拉开来了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它的桌机模式 让KA5的推力翻倍之后 它的低音能量 跟它的那个力道感 就完全把KA5 拉开一个世代出来了 然后还有 KA17 它是人声属于比较 退后一点点的 所以它比较适合去搭配 人声比较靠前的 例如我一开始就在搭配的 Sea Audio的NECO Sea Audio的NECO 它就是人声取向 人声比较凸显出来的耳机 所以加上KA17之后 它稍微帮你把 拉退后来一点点之后 它会取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 这时候就是看你个人 有些人就不希望往后拉 所以这时候可能KA17 就比较不适合你 就好好的去搭配一下 你到底是想用什么样子的声音 我是想用中心一点的 干净细腻 能量又够足的 那KA17非常的适合你 再加上KA17 它这次桌机模式打开之后 它的推力来到650毫瓦 这时候耳罩是耳机 对它来讲都不是什么问题 就是该有的声音都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你当然跟真正的台机来比到1000毫瓦 那当然还是有差 但是它给你赋予你了 我可以出去随身携带 也可以回到家里 变成一个超级大猛兽 它有两种姿态 让你随心所欲的变换 所以FEEL的K17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它的声音白开水的特性 你去打什么耳机啊 它其实通通都能搭 但是呢就是少了一点自我风格的表现啊 所以你一定要去现场试听看看 因为每一个歌手声音的表现 它的声音的那个声音段都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耳机每一个它的表现能力最强的地方 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去试听看 再加上前端设备之后 它的组合是非常多种 就看你去试听之后 它合不合你的口味 这非常的重要 好了那么看完这次开箱之后呢 你会不会想买KA17呢 还是其实你专注的根本就不是 KA17是其他的小羽巴跌卸过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要是看到大家都在讲这个小羽巴跌卸过 我可能会像这一次一样 也买过来试看 这个试了之后才知道 跟KA5啊声音的差距原来是这么大的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的开箱 FEEL的KA17 跟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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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